当很多人关注警察的执法有没有过当的时候 警政室长王卓军今天则是尴尬的在学生面前走入了立院进行专案报告 不过传出马总统不满意 王卓军部署不当 他强调他会负责 不过要不要下台 不是现在 什么机车 助理不是人啊 助理不是人 化身电梯先生严格控管到场人员 警察署长王卓军到立院被寻机身警员不敢马虎 其他人要开会得先搭电梯到下一层楼 在爬楼梯上会场 诚诚把官盘查身份立委出乎不便 气得大骂 这个太没有道理了 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过 人民的纳税钱就是用警力来保护王卓军吗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 不止立委不满学生愤怒 23号占领行政院行动 外传马总统和行政院长将一化 对王卓军情思掌握不足颇有为辞 要王卓军负起责任 辞职下台 院长和总统还没有提到督导不周的问题 现在讲下台 我想不是这个时候 那如果我刚刚讲了 告一段落之后 该负的责任 我都愿意负 重申维持社会秩序则无旁贷 王卓军更强调面对民众暴力行为 警察强制驱离不是头一回 2004年民进党执政期间也曾有过还获表扬 在凯达格兰大道同样也发生了民众的暴力脱续行为 也采取了强制驱离的作为 包括喷水车的使用 当时行政院游贤院长获得他的表扬 凡要民进党一口并当场播放远景被打了影片 但令立委仍认定警察暴力 更把官员叫到检报前 连国会殿堂变成小学堂 交了这两份薄薄的报告来 准备了5分钟的影片 告诉大家说那些人是多么不理性 血腥镇压这么血淋淋的 在你们的面前 你们的报告里面还写说 这是因为媒体的丑化 抗议政府麻木不仁 立委邱毅还戴起杯子口罩 拿着照片足足在官员旁边长达10分钟 也要将一话道歉并且三天内 提出就责名单 游人TV 林天佑郎 孙李皇轩 台北报道